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我是岳哥 中国国务的相关部门正接连淡化外界 对中国陷入通缩的担忧 同时强化经济增速回升的预期 但是同样的数据有不同的解读 经济学界的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些人士 认为中国经济复苏的动能看上去 正逐渐的失去整个市场 显得非常的疲软 所以眼下的态势对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是非常大的挑战 李强现在是干到了第三个月的总理 就已经遇上了他前任李克强 在做总理第三年时候的挑战 先来看一看中国官方的表态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5月16日星期二就表示 当前中国经济是不存在通缩 总的看下阶段也不会出现通缩 统计局的说法 当前价格的低位运行主要是阶段性的 不过统计局也承认了下一阶段 CPI也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同比涨幅阶段性的低位运行 那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除了需求的恢复 仍相对不足外需拉动较上年有所减弱之外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跟去年比回落 也对中国国内价格产生了下拉的影响 此外还有撬尾因素减弱等等 根据中国统计局上一周公布的数据 就显示4月份CPI同比涨幅是进一步回落到了 0.1%低于市场的预期 创了2021年2月份以来的新低 不足有稍早之前的5月15日星期一 中国的央行在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 也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是没有出现通缩的 中长期看也不存在长期通缩或通胀的基础 中国央行就特别表示 中国的物价仍在温和的上涨 特别是核心CPI同比是稳定在 0.7%左右 M2也就是广义货币和涉容增长相对较快 经济运行是持续好转的 所以不符合通缩的特征 央行在这里是特别强调了通缩的特征 或者说是定义 那么通缩一般来说指的价格持续负增长 货币供应量也具有下降的趋势 而且通常伴随经济衰退 北京时间5月17日上午10点钟 由小国务院支撑的中国发改委 也将召开新闻发布会 相信也会传递出类似的比较乐观的信号 但是现在看到数据 经济界的人士还是表现出了悲观的情绪 包括4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再加上4月份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等等 虽然都是有所增长 但是远低于外界的经济学界的预期 一连串的数据比对下来 经济学界的一些人士对于中国经济的复苏前景 是表达了明显悲观的态度 这中间非常突出的是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 他们表示随着失望情绪的侵袭 人们看到螺旋式下降的风险上升 导致活动数据疲软失业率上升 持续通货紧缩市场利率下降和货币走弱 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们还表示 由于基数较低 第二季度的同比增长 那可能是仍然很高 但是环比增长可能会出现实质性的下滑 在这样的舆论声中 压力显而易见是到了 李强中国国务院总理的身上 眼下中国经济这样的态势 李强屡心之初 妙语如珠 意气风发 但是现在他的整体的光环 正在慢慢的散去 但以就业为例 在4月中旬 李强是专门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 来研讨如何推进就业 如何来稳就业 但就4月份的数据来看 这样的努力没有见到成效 或者说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做检验 5月16日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什么呢 4月份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 比上月是下降了0.1个百分点 但是看上去不那么妙的一点是什么呢 16岁到24岁 劳动力调查失业率是从3月份的19.6% 上升到了4月份的20.4% 此外民营经济 外资 按行业分的话呢 制造业等等啊 都在等着中国的国务院能够推出一些利好的政策 提振他们的信心 就目前态势来看 要有大的利好的政策 恐怕还得再等一等 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比较 李克强 他作为中国国务院总理 是在2015年年初 遇到了比较明显的压力 外界认为啊 中国是陷入了所谓的通缩 当时李克强 面对西方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的说法 也是根据CPI的定义来的 或者说根据物价总水平的定义来的 他强调啊 是有涨幅 那只要有涨幅 有增长就不能说中国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 现在看上去当了三个月总理的李强 其实用的也是当年做了三年总理的李克强采取的说法 那就是只要CPI再涨 你甭管它涨多少 那就不符合通缩的定义 外界怎么说 经济学者怎么说 那是他们的意见 有些媒体借用了新冠的常委效应 来指中国经济的发展 或者说中国经济的复苏 目前就是有常委的效应 很难一下子摆脱负面的局面 其实常委效应也可以放在李强的身上 在中国防疫松绑之前 其实已经有不少的专家 学者警告长期分控会造成长期的伤痕 上海在这个方面也是有切实的体会的 而且疫情之前 中国经济的增长就已经开始减速了 疫情之后 眼下这个情况又叠加严峻的外部的形势 全球经济的低迷 尖锐的中美竞争 所以李强他所面对的环境 那确实比李克强那个时候 要严峻的多 也复杂的多 您一扬了吗 您二扬了吗 这样的问候语 这几天 在中国的社交群组里 在中国献下的日常生活里 都已经成为响当当的热词 民进追击 在中国大陆五一小长假之后的节目中 其实就已经提及 随着人员大范围 大规模的持续的流动 新冠病毒 它的传播开来是不可避免的 果不其然 朱南山院士 最新披露了两组数据 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 踢爆了中国第二波新冠疫情的残忍的真相 现在连中国胡同大妈都知道 新冠造成了人员的很大量的死亡 而且死亡还在持续 5月16日民进追击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朋友观众朋友 包括湖南的广东的河南的 透过不同形式就反馈 他们确实是有朋友有家人 这几天二阳了 其实往前走 五一之后这一段时间 中国社交群组里可以说二阳生一片 当然没有大数据 所以也没有办法做相对详细一点的评估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5月15日 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所披露的数据 所以第一时间是引来了密集的关注 包括在5月16日冲上了不少社交平台的热索榜 榜首的位置 钟南山至少是披露了两个数据 第一个数据 根据目前广州发热门诊的情况 在接受检测的发热病人里 有20%至25%是新冠病毒的感染者 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大的 而且它只会少不会多 因为有了12月1月份那一次的大规模的感染 有些人现在头疼脑热 他可能意识到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 也懒得去医院了 自己停一停也就过了 而且去到医院 也不是说所有人都接受了检测 那么发热病人里 20%到25%是新冠病毒感染者 这中间有多少是头一回感染的 有多少又是二阳的 钟南山没有具体来说 因为新冠病毒感染后 它产生的抗体能在4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内 起到保护人体的作用 但是面对变异毒株XBB 保护力是可能会减弱 所以基本上5月份就已经到了一个感染高发的时候了 钟南山没有直接提 但是可以做一个合理推断的 就是因为发热病人里接受检测的20%到25%是新冠病毒感染者 而新冠病毒传播力非常的快 现在的医院又没有所谓的管控措施了 所以阳性的人它又会造成比较大范围内的人员的传播 钟南山院设披露的第二个数据 就是根据他们整体的评估 全国约有85%的人感染过新冠病毒 那整个中国大陆算下来 就是有11亿到12亿人是感染过新冠病毒 根据钟南山表达的意思 这11亿人到12亿人指的是第一波疫情中感染的中国大陆的人口 那么还有大概两亿人 在第二波疫情之中会不会过一遍 或者说中间很大多数人逃过了第一次 这一次呢还是要中招呢 目前来看可能性确实是比较的大 钟南山也给出了对第二波新冠疫情大潮的建议 其实现在围绕着传染病就是三个方向 第一点发现感染源 中国过往的做法就是采用核酸检测的办法 一旦出现了阳性就把人员进行转运 所以要杜绝传染病传染的第二个关键的做法 就是切断传播途径 中国前面也提到了大规模的隔离管控 第三个办法就是对易感人群的保护 因为新冠病毒非常的狡猾 传播力很强 基本上所有的人口都是易感人群 所以钟南山目前的建议 也就是围绕着易感人群这个角度来提的建议 两点 第一点就是要加紧疫苗的研发 因为现在能够覆盖XBB变异毒株的疫苗 包括信氏核糖核酸疫苗和重组蛋白疫苗还没有 那么这些疫苗主要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 会发挥比较好的作用 这些人群就包括免疫低下 或有其他严重基础病的老年人 他们接受疫苗的注射是很有价值的 能够避免重症 能够避免死亡 钟南山给到的第二个建议 就是说呢 药物的研发要加紧 一旦感染了新冠 应该及时进行药物的治疗 那很多的药物确实能够大大降低死亡率 其实也没有别的更多的方向了 其实在方向上 在策略上 中国专家过往提的比较多的 还是分级治疗 钟南山院士过往的一些场合也提过 就是你有头疼脑热 或者说感染了一种疾病 那你首先只能去社区医院 去家庭医生 在那里接受基本的治疗 如果说情况的继续恶化 在家庭医生 社区医生的转诊证明 拿了这张证明 你才能去到大的二甲医院 三甲医院去看专家 其实这个也是西方国家普遍的做法 它一方面能够最大化的把医疗资源应用起来 减少在传染病或者说公共卫生危机发生的时候 所造成的医疗挤兑 另外一点就是它首先去到家庭医生和社区医院 即便造成了传染病的传播 那相对来说范围是可控的 当然这些都是理想的状态 中国其实在2003年也就是SARS或者是非典 很多人相信也还是记忆犹新 那个时候也推过一段时间要搞分级诊疗 就目前态势来看 可能大城市的社区医院的利用率稍微高一点 但总体来说免为其难 普通人一有病就去三甲医院 当然更不用说一些所谓的权贵阶层 那么他们本来是享有特权医疗的 普通人会觉得如果你不让我去三甲医院 其实是剥夺了我看病的权利 所以一步难步步难分级诊疗 要切实的落地 恐怕一下子呢没有办法兑现 钟南山披露的核心的信息 可以看到5月16日 中国大陆的社交群组理社交平台上 引来了一片好评 普遍的说法认为钟南山是及时准确 同时也是大胆的去触碰到了 新冠这样的热点 那么稍早之前 在简体中文社交平台里 就在流传说钟南山看样子是出事了 他的不少的雕塑已经给他蒙起来了 言下之意要拆掉 他可能会被追查云云 大概的意思就是 他在新冠的核酸筛查等等 上面有一些利益的关联吧 其实客观来看 钟南山在中国体制内的专家 这个群组之中还是非常感言的 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也提起 在去年2022年12月初 中国突然放弃了对新冠的围追堵截之前 写信给中共的高层 包括孙春兰等等在内 呼吁放弃或者说改变新冠应对策略的专家之中 就包括钟南山 之所以说钟南山院舍是又一次 踢爆了新冠疫情的真相 那当然第一次也是他踢爆的 武汉出现了人传人 就是钟南山接受央媒采访的时候 说出来的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这一次第二波新冠疫情的时候 看上去中国官方是有一些回避的意思在里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 5月11日这一位分管卫生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刘国中是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去做慰问 慰问一线的护理工作 这个呢 因为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 你要说刘国中完全没有提新冠 那是冤枉他 因为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稿件 刘国中就特别提到 在抗击新冠疫情中 广大护理工作者义无反顾 不负重托 辛勤奋战在第一线 为疫情防控 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 做出了重要贡献 无愧白衣天使的光荣称号 但是对于第二波疫情 刘国中是没有提及涉及到的 其实刘国中显然是拥有大数据的那个人 北京的疫情 第二波的疫情 5月1日的前后 包括这一段时间啊 透过社交平台上来看 比比皆是遍地开花 所以刘国中那么就是带了一句 提过往不提当下 另外一位人物呢 就是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正中间的这一位 马小伟 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公开的现身活动了 一般的分析或者说猜测了 他是重病在身 不过5月12日他突然出现 整体看气色还不错 参加的活动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第六次卫生部长会议 马小伟是做了线上的发言 他的左手边那个屏幕显示的是谭德赛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前面提到的刘国中 5月11日去医院慰问护士 陪着刘国中去的 就包括马小伟的副手助手 所以总体来看 5月12日他能够讲话 5月11日又不能去医院做陪同 所以应该说他的病还没有好透 马小伟在视频会议上的说法 可以说不少人批评是荒腔走板 他强调 中国用较短时间实现了疫情防控措施平稳转断 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 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 他的这个说法 现在连一些胡同大妈都没有办法认同 新冠造成的死亡 现在在一些二线三线或者说相对较小的县城城市 一些医院里仍然在发生 这么多年看下来影响或者说冲击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性欲生育的事情一直都有 没有断过 一直也不少 但是影响这么巨大 冲击负面效果这么巨大的事情 现在确实要算新冠疫情的应对管控 头两年2020年2021年客观来说做得不错 对于原始毒株 对于德尔塔病毒毒株有效的管控 确实是减少了人员的死亡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到了2022年 奥密克戎病毒已经成为了主流的毒株 它有自己的特点 特别是伴随着上海的严格的两个月的风控 是引发了中国所谓的共存派极大的不满 认为中国的做法是过犹不及 是恪舟求见 没有做出及时的因应的变化 到了2022年12月初 那中国突然又放松了管控 成为了整个世界 或者说整个地球上最大规模 接纳新冠病毒的大的国家 忙活了三年 等到突然放开的时候 发现药也不足 医疗资源也没有准备充分 那又引发了这个所谓清零派的不满 所以是两头不讨好 中国从总体来看 中共的高层是缺少对于疫情应对的反思 哪些做得好 哪些做得不妙 哪些还要进一步的加强等等 目前其实呢 公开场合是看不到 如果套用马小伟的话 中国疫情防控已经是大国中间做得最好的了 那这样的自我的评价 恐怕与普通人的看法经历大相径庭 在中共比较高级的人物之中 可以看到内蒙古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孙绍成 是写了一个调研报告 标题是从疫情防控看基层治理 透过这个名字呢 应该说他是对基层治理进行一个反思 疫情期间哪些做得好 哪些做得不好 但是现在文章没有看到 正是这个孙绍成 2022年他去当地的党媒视察 就喊出了一句话 你自己不信的话就不要写了 当时好评如潮 那也正是这个孙绍成 在2022年疫情是比较紧张的时候 他公开的说法 杀鸡要用上牛刀 防止疫情外移到北京 当时也是恶评满天 所以孙绍成的调研报告 从疫情防控看基层治理 到底能反思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人们似乎也找不到乐观的理由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点赞 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